其实恒指的下距离都很明显 是 即是确立了 主要一个浪低于浪的状况 每次反弹都比上次的 即是每次完成反弹 你会看到顶部都比上次的低 但是这些平均移动线 你只是用来衡量它是弹到什么位置 有一个阻力位 这个水平我们应不应该去推它 或者有些投机部署就是做对冲等等 当然你看到图片上 这些位置开始做对冲都没有坏 为什么会安全的 但是留意就是拿货做对冲 这个比较进阶的话题 我暂时不讨论 但是如果你在看市场上 一定是不乐观的 但是留意如果在近期的走退 例如我们看到24800-24900的位置 反弹上来之后 指数本身有一个在回稳的状况 如果你画一条超短期的上升柜 也仍受得住 至少6100就是这些水平 意味着什么 它跌到两三百点左右就正式跌穿 到时候就可能下跌到两万五里的位置 现在对指数评论 或者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横趋势居多 因为会很担心有很多政策风险 但应该就不会出现 像7月尾那些很破坏性的政策出来 你想想昨天打击游戏业 市场都不会那么意外 因为之前已经说到精神鸦片 那些因素上 影响过了 所以现在我在说一些政策出来 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未来你在部署上 只不过避开一些政策股份 你希望指数横行 而情况就像3、4、5、6月份的时间一样 横行 找一些炒作主题 但如果你拿着一些政策的风硬位 或者一些平台股 一些高估值股份 或者我们之前说的资金 留在价值股上 你又拿回增长留言股份 指数横行四个月 没有东西的 2万8、2万9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业务 可以完全刨数大 但是相反的 你找到一些主题股份上 一样可以涨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你也预算是炒股份 围绕着一些业绩 围绕着一些个别政策因素上面 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就当是好消息地炒 而现在的东西跌了这么多 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够确保 手上的股份是没有消息 有些股份 你摆明知道 有些政策风险 譬如一些药股 平台股上面 有政策出来 没有人会觉得意外 但是问题就是 有政策出来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理淡价 这些市况 绝对会跌下来 你是否承担到这个风险 所以想起来 我们经常说这段时间 想起自己买 拿着什么 想起自己买什么 背后的意义是变的 你是否愿意去博 没事 当是OK OK的 那就去试一下 至于指数上 我自己看华雅 希望是2万6至2万7 但是穿了2万6 只不过是说 华雅可能是宽一点 2万5至2万7去走 所以暂时来说 在一个整固阶段的初步期 我不是说一定要预期 一定要像上次那样 横行四个月 但是 现在是一个很初的阶段 你想想起 在三月初的时候 哪里有人想到 整个横行期 走四个月左右 所以现在说 一定是市况 见步行步 短线来说 看看它能否守住 2万6这些位置 守不住 短线就要小心一点 调整可能会急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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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